加强防台工作,安乐区公所已经在容易积淹水的地点,加装这种新型的防水挡板,民众都很肯定 这种便利移动的新型防水挡板是由水利署、地石和川分署提供700多片给基隆市政府使用 市府已经指示各区公所针对易积水的地区加强安装 其中日前因为强降雨造成山沟的水,淹禁五轮国中体育馆和地下室造成损失 面对这次台风来袭,市长谢国良,在公务处长陈耀川,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消防局长尤嘉义跟警察局长翁群能的陪同下,特地到学校视察新型防水挡板的设置状况 也强调市府各单位会积极做好防灾资源的调度 那目前我们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区一共刚刚消防局长说一共使用了300多片 接近400片,所以未来还有300片的一个库存 假如各里林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会协助提供 那我自己也在南农路上一次的店家在同一个群组 那我们南农路的店家有这个沙包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已经请仁爱去公所,请他们指定地址后我们就会送达 那我们现在也尽量也是做到说,虽然我们在各里的礼办存有这些沙包 但是我有尽量协调区长,假如是我们的店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尽量送到他们比较方便的地方 好,这是以上包,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风雨也逐渐增强 所以希望我们市民朋友没有事情的话,一定要待在家里 不要随便出门,要保护好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下面大概六十几公公,六十八公公里 下面的面积比这边大,所以这边的压力 会不要大,水压会比较大 人家说这个会冲出去嘛,这个会冲出去不会 因为这个的压力,这个水压到这边,这边的水压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压力是往下压,跟这边的压力比起来,这边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这个推不倒 不会推倒,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可以扣住 这个这是中央志愿我们的这个叫做,正确的名称叫做防水挡板 那整个是利用我们水压的原理来压住整个防水挡板 让它不会往后倾倒,那利用水压来自重来挡水 这个整个挡水的高度大概可以达到五十公分左右 每个挡板的宽度大概是九十公分 那这是很感谢中央可以志愿我们七百片 来针对我们一烟水地区,第一次来使用这种防水挡板来防水 为了防范台风伴随的雨量可能带来的灾害 市府各单位积极运用防灾资源,加强防台工作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结束 字幕兰向外 设章 设章 准备